我真的還是要謝謝我們所有的鄉親 大家一起守護 才有第13個零確診 我們現在一共出院的有64人 那現在住院的還有4個人 兩親一中一重度 所以我們要為這4個人加油打氣 我這個打電話打不進來的 我們所有的鄉親長輩在說聲抱歉 因為這3天因為有掛上我們的系統 後面有一個系統的關係 所以沒有辦法臨時加上很多的電話線 變性合作 把我們的電話線把它拉好 那在下一次第二梯次疫苗的接種預約的時候 會更加的順利 在花蓮市吉安祥跟玉里鎮的部分 那到今天中午12點為止 那我們花蓮市目前還有剩餘的 這個人數 施打人數有658位 那吉安鄉還有615位 那玉里鎮還有784位 那所以呢 我們的鄉親老大人們其實不用太擔心 我們還有很多的名額 歡迎你們用打電話的方式 繼續來預約 那另外呢 在其他各鄉鎮 包括秀林 新城 壽峰 鳳林 萬農 這些鄉鎮 其實各位可以從這個面板上可以看到 仍然還有很多的名額 預約成功之後 我們從今天下午開始 記得今天下午開始 或許在這個時候 有某些鄉親可能已經收到了 那我們下午開始 已經將預約成功的 這個鄉親 我們會用你留下來的電話號碼 給你一個簡訊 那簡訊的內容 就如同這個面板上面寫的 那會安排你施打的時間 安排你施打的時間 是各位看到了 就是有這個電話號 那可以呢 有問題可以打到這支電話 來做一個詢問 好 在這邊 那第二個呢 這個是我們明天開始要申請的那個地點 有這個 五個社會福利服務中心 那再來就是 有十三個鄉鎮的護鎮事務所 在那個地方 那我們每天的時間呢 是早上的九點鐘到十二點鐘 下午是一點半到四點半 那這個部分呢 各位可能會問到 那周六怎麼辦 周六呢 因為護鎮事務所沒有上班 所以我們再回到五個社區 社會福利服務中心來服務鄉親 這個是領取的部分 那再來呢 就是這個每一個地點 我們會有這一張 領取處 領取處 就是任命這個標誌 任命這個標誌 來進入 來做領取 申請的一個動作 那再來呢 我們就要介紹今天的重點 就是這個餐券 那各位可以看到 這個餐券有分兩種顏色 那早餐呢 早餐是黃色的 那五晚餐是紅色的 是紅色的 那這個不要拿錯了 那那個使用的方面 也是要拜託大家 那只有符合資格 我們一次是發兩天 換句話說 一天三餐 兩天就是六餐 會給你六張 六張 所以這個部分 那接著呢 在領取資格的方面 那我要跟大家來報告 就是第一要涉及在本縣的 第二呢 就是因為疫情影響 導致三餐不計的 第三個呢 是沒有領有這個疫情紓困4.0的各項補助的 那再來是沒有領取花蓮縣交易處 發給國中國小弱勢兒童參卷的補助者 第五個是沒有領有本府 花蓮縣政府所發給食物銀行物資的家戶 那這個食物銀行的部分 那各位可能會有點誤解 但是我們還是希望 讓各位鄉親呢 對於物資還有資源的一個運用 能夠來讓給優先有需求的鄉親 來使用這樣子 那在被應到場 要準備哪些文件 這個部分請各位鄉親好朋友可能要注意 你要來領的時候 一定要帶每一個人的身份證 因為我們現場 要填寫這一張申請表 這一張申請表 那這個申請表呢 希望各位呢 現場要配合我們社工人員的訪談 來做那個資料的填寫 那最後呢還要切解相關的事項 最後呢我們會來給它掃描 所以每一張身份證為什麼要來呢 因為我們身份證上面的背面 有一個條碼 那個我們是需要掃描 身份證上面的條碼 所以拜託每一位鄉親 不管你是領取自己的 還是帶領你的家人的 還是鄰居的 一定要身份證 那個都要來到現場 我們要來做掃描 以作為資料庫的一個建置 那再來呢 是這個每一張身份證呢 以每一次領取兩日份為限 至多呢就是要來六次來領十一日份 因為從7月2號明天開始到7月12號為止 使用的期限我們在餐券上也有寫得很清楚 使用期限呢就是到7月12號為止 7月12號為止 那接著呢要到哪裡去使用這個餐券呢 我們目前有收到39家的這個商店來熱心 參加我們的暖心食堂 暖心食堂 那這個部分我們仍然持續的來招募跟歡迎 那我們會進入我們自己的網頁 各位呢 只要在這個使用餐券的時候 在這個餐券上有一個QR Code 用手機去掃描它 馬上會秀出那個店家的地址 然後呢進而變成Google的地圖 就可以去找到那個店家了 這個部分請各位鄉親不要擔心說 那在哪一家店 那到那個店門口以後呢 就會有這一張標誌 這一張標誌來做識別 那這個呢都是跟我們登錄為熱心的暖心食堂的店家 這個是有這個標誌 今天下午我們同仁呢就會出去拍來貼了 來貼張貼這個標誌 那另外呢各位鄉親可能會問 那如果沒有這個標誌的店家可不可以來使用這個餐券呢 是可以的 但是要有一個前提 是什麼呢 就是這個店家願意收這個餐券 這個店家願意收這個餐券 那如果店家他覺得他不需要收的時候 請各位鄉親 有領友餐券的鄉親 不要勉強那個店家說一定要來配合收這個餐券 因為他們沒有參加我們的招募 只是說他願不願意收 願不願意收 這個部分呢要請店家 那個鄉親還有店家來配合 那再來就是這個 剛剛這個標誌呢 已經有跟各位的鄉親來報告過 那各位這個開店的店家的朋友呢 不管你有沒有參加這一次的這個暖心食堂的這個活動 那這個補助呢 活動 那但是呢 你一定會擔心 那縣政府什麼時候跟我結算 跟我結算 那這個餐券呢 早餐是60塊錢 每一位只要領到早這個餐券的人 這個黃色單子是代表他60塊的命額 然後這一種紅色的呢 一張早午餐是各80塊 各80塊 所以只要參加的店家 你加入我們或是你願意收 你願意收 都可以在我們花蓮縣政府會另外公告 跟我們結算 來兌換的這個核銷的這個時間跟地點 我們會來一一跟你來對面和那個結算 可以讓你呢 在這一次希望說 這個疫情期間 在生意比較不好的階段 那我們可以 鄉親也可以得到溫飽 店家呢 在經營上面呢 可以得到一個支持 可以讓我們大家一起攜手 來度過這一次的這個疫情 一程 讓我們要來 Millionen